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因缘和安利的上线时间更是具有历史意义 11年前的2012年9月6号 国务院正式批复南沙新区设立为国家级新区 时值11周年之际可见歌曲利益之重大 也足见周深被认可的程度 自2020年7月工作室成立后 周深的发展速度可谓是突飞猛进 更是备受央视和政府机构青睐 无论是国家及各类纪念活动或者央视各种晚会 总能看到周深的声音 从合唱到独唱 从普通舞美到专属大型市校设计 从普通时间到最后压轴演出 从OST到国家大剧院 从翻唱红歌到专门为他打爆同心圆 同行同网 绽放的笑容如许等等 周深越来越被唯一重任 越来越被郑和红所青睐 甚至成为优先考虑的艺人 这是因为周深的实力 能力和形象担得起这份重任 而且他极其团队配合度极高 又能够一次次的带来超出预期的宣传效果 毕竟他可是周深啊 这样的周深只会越来越好 好那我 不要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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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补 你给我补 你也给我补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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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所有都放 ok シンシン 这个可以了结束 哦 谢谢 中州最美是南沙 爱在古炮塔 爱在晚清沙 乌鸦中唤冬王阳塔 月刚熬失一家 把所有的爱 换成一颗心 在生命甚至是在央视的心中 周深的舞台一直是惊艳的 是零瑕次唱将 其实不然 在Bloom Bra中国八月封面专访中 周深分享了自己破音的一个故事 出道后不久的某个预谈颁奖典礼上 周深唱到一个高音时竟意外的裂开了 那一瞬间周深看到了台下大咖们 不可思议的眼神 因为在大家的心中 周深是不会出错的 当时的周深就在想 天哪 我的演艺生涯 没有想到刚开始就结束了 为什么要唱那么多歌 就录那么多歌 要去可能录那么多节目 就是希望自己能够被别人听到和看到 因为我觉得如果 也许多一个人听到 多一个人看到 我就会多一个舞台 而且我不知道准不准确 所以有人说周深希望自己身上的标签 越多越好 对对对 是的 是的 因为要留在舞台上唱歌 真的是很很很难很难没的事情 我是所有的舞台我都有唱过 像街边的舞台我有唱过 小小的舞台有唱过 下面只做了几个人的舞台有唱过 因为我觉得作为一个歌手 能够被别人听到 是最幸福的一个事情 而且我觉得标签那个东西 就是别人认识你的一种方式 我就恨不得全部都标签 那岂不是我可以有各种方面的 各种不同的面 被别人听到和看到 唯独就是说不要自己给自己贴标签 我觉得自己给自己贴标签 那个就是限制 但别人给我贴标签 那只是可能我表达的一个面 周深说这是自己记忆由心的新起点 后来在Orfer节目中周深说 自己只是一个普通歌手 哪里来的方法四次都经验呢 其实只要是因为周深 几乎每次的舞台都足够惊艳 所以大家总是期待他下一次更惊艳 而周深说 后来每次自己焦虑到无法释放的时候 就会回忆那一次的失误 练习跨过去 即使偶尔失误了 也不会再像以前那样 愧疚自责 而是小小的可惜一下 难过一下 好好的准备下一场演出 正如周深所说 失误是不可避免的 只要在舞台上 就会有不确定的因素 要学会接纳自己的不完美 周深身上有一种荒谬的现象 60分的爱豆大受追捧 90分的周深饱受争议 不过现在的周深 曲风独特 舞台潇洒 态度谦和自信 你们觉得是这样吗 把所有的爱 判成一颗心 爱心是那一生 把所有的爱 判成一颗心 爱心是那一生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